各位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养生堂 我是刘静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 要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 就是长寿嘛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特殊的来宾 他是有超能力的 他的超能力就是他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 因为他自称是偷了时间的人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大家好 在1977年 有一位20岁的小伙子 因为肾病的折磨 他七年没有能参加工作 他除了每天上医院买药 熬药 不能够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他经受了七年的肾病折磨 最终转成了尿毒症 尿毒症在当时那个年代来说 就到了终点了 几乎就没有治愈的可能 等待他的就只能是死亡 可是就在这时候 他听说了 北京有医院正在开展肾脏移植手术 他由于经受了多年的病痛折磨 决定拼一把 拼他一下 他毅然绝缘地接受了当时还显为人知的 肾脏移植手术 手术很顺利 他靠移植肾 现在已经生活了45年 我说到这里大伙已经猜出来了 这个小伙子就是我 我能够有今天 完全要感谢北京友谊院 命药科 器官移植团队 没有他们 我不会有今天 我想此时此刻 大家都是由衷的掌声 来 中间有请 小新慢慢走 大家知道吗 对于杨爷爷来说 他是一个真正的战士 因为他在跟病魔抗战的过程当中 他打响了 并且打赢了自己的生命保卫战 杨爷爷是我们国内肾脏移植最长寿的患者 从77年做肾脏移植手术到现在 45年了 爷爷说这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创造的奇迹 更要感谢的是和他一起打赢这场战役的 来自北京友谊医院 泌尿外科肾移植的大团队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支神奇的团队请到舞台上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泌尿中心主任田野 泌尿中心泌尿二科副主任朱依晨 以及肾脏移植科护士长吕西南 欢迎三位老师 欢迎前主任 朱主任和吕护士长 大家看爷爷笑得好开心啊 真好 真好 此时此刻我觉得好骄傲 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因为杨爷爷 这是作为肾脏移植最早的那一批患者之一 是杨爷爷一次又一次的战胜病魔 有医生 有团队 有护士 有我们整个大家庭的帮助 对对对 您自己也很厉害 能不能跟大家回到大概70年前后 最早您出现了什么症状 发现自己的肾出问题了 我当时就是发现腿肿 那个吃饭也不好 胃口不好 恶心 恶心 还有血压高什么的 还有血压的问题 对对对对 您20多岁的时候血压就很高了 就很高了 那个时候大概有多高 高压180了 低压110 有时候120 就是肾病引起的 引起的肾源性的高血压 对 去了好几个医院 最后确诊是肾病 从那开始呢 看病 抓药 熬药 最后就是七年的治疗以后 就转为尿毒症了 到了77年的时候 那时候您也才27岁 27岁 对吗 尿毒症 晚期 就是到了尿毒症了 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 只能患肾了 当那时年代没有别的方法 如果没有出现他们的 有医院肾脏移植这个 那就等死了 对您来说 当时77年天风夜谭吧 那真是神话一样 当时不敢相信 能把一个肾换上去 除了我不敢相信 我到别的医院去问 很多医生都不知道 当时说要给我做肾移植的时候 就说这成功率 就是50% 有一半 但是我由于七年的病痛折磨 搏一下 好了就好了 不好就离开这人家 不受这罪了 所以我想真的是 除了医生的信心之外 患者的信心和权力以赴 很关键 我们来看大屏幕 偷了时间的杨爷爷 后来又面临了什么呢 五次和死神交手的人生赢家 两次肾移植 两次肾癌的切除 一次免疫力的全面报警 简单的说一说 发生了什么好不好 其实今年肾移植 两个原肾没动 就在前头这个又装了一个 就等于有三个肾脏 三个肾脏 然后这个新装的肾脏呢 上面又长了一个囊肿 新的长了个囊肿 就影响这个肾脏的功能 照片的过程中呢 发现我的原肾 看不到了 做完这个囊肿以后 把这原肾切除 切除完了以后 化验结果就是癌症 在这个切完了囊肿以后呢 它肾的功能还是在减退 你受到影响了 就是等于新化的肾 也不太好用了 对对对对 那么到了它这个 新移上这个肾 没有功能的时候 那是到了2002年了 新植上那个肾 已经工作了25年 那也是相当了不得的 田卓那次第二次肾移植手术 还顺利吗 那就比较顺利了 因为应该说到那个时期 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了 因为我们医院是在98年 就完成了1000例 到04年就是2000例 那它02年做的时候 那基本快到2000例了 包括从肾脏的选择 器官保护 包括疏后抗感染 抗排斥 这个包括手术的技术 都有明显的提高 大概手术时长多久 您还记得吗 最开始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 那都是四五个小时 那像老杨在第二次的时候 那么两个小时之内就能完成 那是很顺利的 非常顺利 那是就是把新换的那个肾换掉 再换一个二换的心 在它的左侧再换一个 所以老杨呢 头一次移植肾没有动 在这边 就把那个摘掉的原得癌的肾 摘掉这个原肾的前头 跟它没关系 它就放在腹部 又装了一个 又装一个 所以又变成了三个肾 又变了三个肾 又变成了一动 那怎么又有第二次的肾癌切除了呢 第二次是过了10年 2010年 我们原来临床判断 是原来原肾的肾癌的腹部转移 最惊心动魄的过去了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 这个一次的所谓免疫力全面报警 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突然就是 这都身上涨了些泡 特别疼 缠腰龙嘛 哎呀 没法说那形容 哎呀 疼的 简直是 哪年的事 前年吧 2020年 杨爷爷是目前中国肾移植 存活时间最长的人 到今年已经度过了45个年头 1970年 杨爷爷患上肾病 7年的时间 肾脏就走到了尿毒症的地步 1977年 27岁的他 作为北京第一例肾脏移植患者 获得了新生命 2000年 杨爷爷早在23年前 失去功能的左侧原肾 发生癌病 手术切除 2002年 移植肾脏失去功能 杨爷爷接受了第二次肾脏移植手术 再次获得活下去的时间 2020年 已经70岁高龄的杨爷爷 再次接受生命的挑战 免疫力全面报警 感染了带状炮疹 杨爷爷和友谊医院的医护团队 再一次共渡难关 5次面临生死挑战 他的重生背后 是整个友谊医疗团队的共同努力 一起共创了生命的奇迹 刚才吕老师脱口而出2020年 作为泌尿外科的护士对于患者的护理工作 和其他科学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有什么哪些特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的呢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当我们完成一粒肾脏移植手术之后 那我们最需要观察的那肯定就是与病人切身相关的尿量 那么尿量在刚刚在进行完手术之后 我们的病人的尿量最多的时候 一天24小时之内能够达到2万到3万毫升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量吗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要每个小时 甚至说每半个小时要监测病人的尿量 而我们的科室从开科到现在 就是从来没有过家属陪住的 那么这份工作都是由我们的护士来完成 24小时从不间断 然后呢就是为了准确及时地记录到病人 这个尿量的这个情况 及时汇报给医生并记录在病例上 这样我们才能判断这个病人 他的肾脏移植是不是初步地成功 提供一个有效的依据 所以这个等于是我们临床护士 可能区别于其他护士 最大的一个工作量的一个范畴 听吕老师讲得很轻巧 但是对于大家想象一个年轻的护士 刚从护校毕业 第一次进入泌尿外科 要照顾一个肾脏病的患者 我们首先要做到的事情 就是帮他可能换尿袋 甚至要帮他拔尿 对于年轻的女孩子来说 可能这是一个很难去 很快投入的事情 因为毕竟她总会觉得有一定的距离感 可是泌尿外科的护士 不可以说不 因为尿量和尿液的颜色 包括性状 对于患者来说都很重要 它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标准 所以护士小姐姐们也真的是辛苦了 所以是什么让您完成这一切的 从您自己的角度上来说 首先你有一个坚定活下去的信念 活着就好 我之所以有着现在这个45年 这个第二次生命的 而且这才刚开始呢 真是和友谊院这个团队分不开 一次一次的都是他们从 就说死完线上给我拉回来的 所以正因为这点 我为他们我也要好好活着 太好了 说实话大家看到现在 此时此刻的杨爷爷 谁能知道他经历了这五次大的挑战 所以之后发生了什么 包括对于杨爷爷来说 他到底面临着什么 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肾脏危机 我们一会儿再聊 因为我觉得让杨爷爷站太久了 我想爷爷休息一下 我们请吕老师陪着杨爷爷 稍微休息一下 好好 马上送给两位 谢谢 谢谢 田主任 如果我们要倒回来看爷爷20多岁 怎么肾脏就从肾炎 肾病 尿毒症 七一年的时间就发展得这么快呢 这是一个肾脏得了疾病之后 一个功能的减退 然后到最后我们叫时代长 这个时间其实可长可短 如果你在这个之间 能够很好的干预 我们可以把这个战线 拉得非常长 我们可能很多慢性肾病病人 只要得到一个很好的 医疗的一个照顾 一个规律的治疗 或者是复查 都可以把这时间拉得很长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走到 这个尿毒症这一个期 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会加速这个进展的过程 让它进一步恶化 其实是跟日常生活当中 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 一样东西有关 来 我们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二位老师 来 我们日常生活都离不开的是什么 是水 对吗 但是这两个水 一个是一大桶的纯净水 一个是一杯 也可能是纯净水 打着问号 我能揭开先看看问号代表什么吗 这一大桶是救命的水 再来看看这一杯 谜底不太好揭开 对 感觉他不想告诉大家 他的真面 这一杯上面写的是 要命的水 喝水足够很重要 喝少了就要命 喝足够了就救命 不可能这么简单吧 所以朱主任 这到底代表着什么呀 我觉得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先留一个悬念 因为我想跟大家先讲述一下 我们人体一个非常 任劳任怨的器官 就是肾脏 它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等大家明白了 这肾脏工作的原理 那么可能这个救命水 和要命的水 真实的情况 大家就会更加容易地明白了 你的道具老师 已经着装完成了 来 我们请朱主任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们俩分别代表的是什么 道具老师 我们现在可以想象成 他们就是我们现在体内的肾脏 一个是左肾 一个是右肾 它上的气球代表什么呢 这实际上是我们肾脏结构里面 最基本的单位 叫做肾小球 很形象 就是肾脏像小球一样的 这种基本单位 我们其实每次肾脏都有 很多很多这样的基本单位 这个肾小球就起到一个 滤过把水带着有多东西 滤出体外变成我们的尿液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中间的那个台子里头 有蓝色的球和红色的球 分别代表有害的物质 就是我们身体产生的 这些垃圾 那么就是通过 这一个个肾脑球 帮我们把这些垃圾排出去 而把我们需要留下的 这种有用的东西 比如说蛋白 比如说红细胞 那么留在体内 能达到一个正常的 我们肾脏的一个生理功能 所以朱主任说了 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会很正常的 有一些吸出和解毒的功能 对吧 来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不好 它们是挑出有害物质 排出体外 对 把有用的物质留下来 运送到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位 对 所以刚才我们给大家演示的是 正常的状态 也就是我们的肾小球都很饱满 然后数量是正常的 可是我们会受到损伤 比如说因为刚才说到了 肾小球的肾炎 我们的肾小球的数量和功能 就受到影响 所以说在疾病的侵袭的情况下 我们这些有用的单位 可能就出现问题了 就像这样一样 这个很形象 看一下就没有了 我们正常的叫 这种情况叫肾小球硬化 它就变硬了 起不到这种 起不到我们正常的 一个滤过的作用 而且这种硬化的速度 是随着疾病的进程 逐渐地增加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基础的疾病 不管是肾小球肾炎 还是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 糖尿病越重 那么我们出问题的 这个速度就越快 而等我们能留下的 这些残存的这些小球 已经不能够完成 刚刚这个滤出有害的物质 留下有用物质的功能的时候 我们的肾脏 就真正出现问题 不管是肾小球肾炎 还是糖尿病 还是这种全身性的因素 它的损伤是同时进行的 也就是像刚刚 我在扎那个的同时 还有另外一根针 也在扎另一侧肾脏的 这些肾小球 那么等双侧加起来 都不够用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能需要 进行透析 或者肾脏移植 好 朱主任 我们先回到台侧 既然我们现在 双侧肾脏都已经受损了 肾小球的功能 都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我们来看看 它们吸收有用物质 排出有害物质的功能 会怎么样 来 请给我们演示一下 对 在肾小球已经受损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原本需要排出的 这些有害的物质 它就排不出来了 而且排出的速度可能会减慢 这些有用的物质 实际上就被漏出去了 它本来应该存在体内 所以相应的就会出现 有害物质的堆积 和有用物质的流失 能够造成相应的症状 所以通过这个演示 我想大家简单地理解了 到底我们当肾小球的 滤过功能出现了问题 我们进一步的恶化了之后 我们肾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当然了 接下来 大家还可以看一个视频 在视频当中 我们可能更容易帮助大家理解 这个所谓救命的水指的是什么 我现在开始做今天呢 最后一次火木头烯了 这个水是刚刚加热的 37度 暖暖的 等一会儿我要把它关到 我的肚子里面去 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把这个 无菌盒拿出来 等会儿给你看看我今天 一天洗了多少次 这个剩 真的很烦人 但是我们 一定要 稀谈一点 不能被这个病给打到了 等会儿给你们看看 我洗的是多少剩 每天 我那边洗了四五次 现在水开始往这边灌了 给你们看看我刚才洗的水 这都是我一天洗出来的 这个是一代 两代 三代 四代 这是第四代 每天要洗这么多 它这个有两袋是放在一起的 这个水有四袋 你们看一下 每天 重复这样的生活 其实 也挺烦的 但是烦也没有办法 我们就要咬咬牙 继续向前 我们都在用力地活着 看了以后真的好难过 一个这么年轻的女孩子 生活得极其简单了 我们可以看到她居住的环境 但是她是尿毒症的晚期 而且是每天要用16斤水 来洗身续命 那我想这个我们可能代表的 就是她每天续命的 洗身的水了 对 透析液 我们叫做 透析液 特殊的液体 并不是自来水 也不是纯净水 矿泉水 它是一种液体 透析液 它有不同的浓度 帮助我们把 那个血液当中的脏东西 把它洗出来 那么同时 这么大的量水 对于特殊的尿毒症病人 它也是有特殊意义的 比如说我们要做 肾脏替代治疗 学透析 或者抚摸透析 我们都需要有足够多的 我们人工制备的 这些特殊的液体 能够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 把我们身体内的这些毒素 能够带出去 那么对于这些病人 那么他每天可能 比如说斧头的病人 他每天可能需要 更换很多袋的这种斧头液 那么相当于这么多的水 对他们来讲 实际上是一个救命的水 但是这么小小的一杯水 对于我们正常来讲 口渴了 喝这一杯完全没有问题 对啊 对吧 我们每天可以喝十杯 二十杯可能都可以 但是对于进入到尿毒症漆的 这些病人来讲 因为我们身体没有办法 通过肾脏排出水分 而且我们做这种替代治疗 它的能力是有限的 并不能够保证 随时进入体内的水 都能被排出去 那么水量越多 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 让我们的心脏功能慢慢变差 那就发生一个慢性的心衰 那么对于这些病人来讲 可能这么一杯水 就会把他的心脏 从一个慢性心动不全 变为一个急性心衰 那么就真正变成了 一个要命的水 所以这个是真正的喝的水 对于肾脏患者来说 不能喝太多的水 而这个可能是 我们在透析的时候 需要用到的循环水 大屏幕上写的是 每天用十六斤水 是一个误差 实际上这个姑娘 应该用的是十六升水 对 来进行洗肾续命 十六升就差不多是十六公斤 对 而我们这一桶水 十九点三五公斤 就是差不多 可能并不能灌满 再少一点点 对 每天要用这么多的液体 来进行洗肾 对 它就是我们所谓的透析 透析液 抚摸透析 所以说这个肾脏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 关键的这么一个器官 是 就是千万不要走到 这个尿毒症的一个阶段 对 所以其实我们做这一期节目 不仅仅是为了告诉大家 肾脏疾病的可怕 患肾的麻烦 更重要是要告诉大家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我们普通的每一个人来说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已经出现了问题 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些症状来判别 更重要的是告诉大家 如果我们现在还健康 我们做些什么 可以远离这些可怕的肾脏疾病 所以二位老师 我们回到舞台中间 跟大家讲一讲 什么样的人容易出问题吧 来 我们回到中间 所以到底哪些人群 是肾脏类疾病的高危人群 天主任 肾脏的高危人群 我们一般要是年轻的 最多的造成肾脏的损害的原因 是慢性肾小就肾炎 就比如说刚才 杨先生那个原发病 就年轻人为什么容易得呢 是因为过于辛苦 生活规律还是遗传还是 这个呢到现在为止 明确的病因并没有搞清楚 老年化了 咱们这个社会 因为那么人居寿命也比较长 那么到了中老年人 我们现在发现 造成肾脏损害的疾病 就比较多了 最主要的我们的高血压 糖尿病 比如说我们的肥胖 这都是造成肾脏损害的 这个原因 那么现在世界上有个统计呢 实际上这个人群当中 有肾脏损害的病人的发病率 是百分之十点几 就十点一到百分之十三 全人群吗 全球 然后我们国家呢 是百分之十点八 但是你细想想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素质 因为咱们国家的人群的基数比较大 那就算起来 在这个成人当中 大概有一个多亿的人 有肾脏这个疾病 这个疾病当然不一定 都到尿毒症期 但是也很可怕 如果在疾病的早期 没有早期的发现 没有早期的做干预和治疗 那么它有可能 就在你这个有生之年 这个肾脏的损害 就走到了肾病的最晚期 就是尿毒症期 那就比较麻烦了 我想我们大家都不想像 刚才那个女孩子一样 尿毒症晚期 需要自己通过透析 来延长自己的生命 我们也不希望有一天 实在不行了得换肾 当然了 我们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所以我们更需要做到的 就是田主人和住主人 都提到的 我们别让它快速地发展 我们提早发现它 我们是能治好的 对 对吗 所以到底有哪些症状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蛛丝马迹 可以帮助我们判断 我们的肾脏 是不是已经出问题了呢 我们也请两位专家 帮我们大家总结了题板 我们请把道具拿上来 我们来看看 二位老师给大家总结的 肾脏损伤的信号 分别是什么 这一个高血压 对 杨爷爷说他有高血压的问题 不过是肾脏疾病导致的 对 在这里呢 我其实想先跟大家分享 这么一个案例 我们有一个病人 张先生 自己觉得自己身体一直非常好 偶尔会觉得有些疲劳 但是呢 不在意 可能睡一觉就恢复了 直到有一天 他突然觉得自己头晕 头疼 然后呢 还有点恶心 觉得很难受 躺一躺 也没有缓解 这时候呢 他只好请假 去医院做检查 初步的检查 一检查就发现 发现自己血压非常高 可以到200 高压能到200 低压可能在120或者130 就这么高的一个水平 同时 一些生化的指标 也发现它的基干水平 就是我们临床 从最常见的 来反映我们肾脏功能的 一个指标 血基干 也出现了一个轻度的升高 而这个张先生可能 第一次就诊的时候 他觉得 就是一个血压高 胜当还好 那么继续回去工作 也没有进一步地 关注自己的血压 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 等到几年之后 等他再一次出现 严重的头晕 头痛 恶心 甚至觉得头有点肿的时候 他再去医院做检查 这时候 血基干 已经从原来的一百零几 以下涨到了七百多 这个时候 慢性的肾功能不全 到了肾脏衰竭的阶段 可是为什么高血压 血压过高 会影响到肾脏和肾脏的功能呢 其实肾脏就是一个血管网 我们讲的肾脏球 实际就是一个血管球 造成了它的硬化 最后萎缩 那么它所能担负的功能就死掉了 所以我们这个肾脏 实际就是高血压的一个 损害的一个靶器官 所以不要认为 血压高一点没什么事 时间稍微长一点 所有的问题都找上门来了 尤其是靶器官 肾脏 所有的高血压都是这样 请大家一定要引起关注 那当然了 除了高血压之外 还有呢 肾脏受损的信号是 尿液的异常 对啊 刚才 护士长吕老师就讲到了 对于泌尿外科来说 患者的尿液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信号 那某种意义上 如果大家对自己的尿液 能够有足够多的关注的话 其实能够帮助我们 更早地发现我们身体的异常 那边有 不同颜色的模拟尿液 对 那边我们放了 不同颜色的模拟尿液 我们请观众来选择猜测一下 好 来到我们的模拟尿液的面前 不同的颜色 稍微浅一点的 稍微深一点的 红色的和这样 好像比较有泡沫样的 或者有点油样浑浊的 我们现场 哪位观众选择一下 觉得哪样的尿液是有问题的 有可能预示着 我们已经出了肾脏的疾病 咱们这个小姑娘 你觉得哪个有问题 一二三应该都有问题 一二三都有问题 对 先说它 一为什么有问题 那个就有点不像正常人 有一些发白 然后还有泡沫 还有泡沫 你觉得它有什么问题 你能想到吗 可能会有点黏 反正就看着不对 糖 糖 对 那就是糖尿病 糖尿病 是不是可能就是尿液 糖分比较高 有道理 红色的这个二号呢 红色的可能说明怎么了 里边有血 有血 尿里带血肯定不对 这颜色稍微比四号深一点的三号 又生问题 这有可能是上火了吧 这个有点太深了 有点太深了 谢谢你 谢谢你 到底对不对 我们一来分析好了 好的 我们觉得这两个都OK 所以两位老师说 它俩都是正常的 所谓正常就是意味着 我们不用 因为看到了变身的尿液 立刻到医院去看病 因为还没有成病 只不过提醒我们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不增加饮水量的话 未来可能会出风险 也就意味着这两个 二位老师都认同小姑娘的回答 就没袍了 得去医院了 对 我们先说这个红色的 出血了吗 肯定有问题 对不对 对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 我们叫 医学上有一个术语 叫洗肉水样 这个很形象 我们每个人都洗过这个生肉 我们洗完生肉之后 这个洗肉的水 就是这种 这种红的颜色 那么这就很明确 就是我们尿路系统里面 出血了 这个血可能来自于肾脏本身 也可能来自于 排出尿液这个通道中间 任何部位的 比如说肿瘤 比如说炎症 也可能会是因为 泌尿系统的结石 反正导致血管破裂 把这个红细胞 从血管里面漏到了尿液中 都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一旦你发现尿液当中带血色 就说明不太好 一定要赶紧去医院 对 最不好的情况 有可能就是我们最畏惧的癌症 如果哪怕是好一点的情况 也跟比较严重的尿路感染有关系 这都是需要通过医院和医生的手段 来进行治疗的 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还有一个不同的情况 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 那么血尿要么就是肿瘤 要么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泌尿系的感染 但是呢 这个是在症状时上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 我们最畏惧的这种癌症 通常更常见的这种症状叫做 无痛性的肉眼血尿 就是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单纯的尿色发红 而我们更常见的 比如说泌尿系感染 或者是尿路系统的结石 它都是伴有明显的不舒服的 这个不舒服可以是突然间的腰疼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们得肾结石了腰会疼 还有一种不舒服呢 可能就是排尿的时候痛 尿痛 或者是下腹部的反复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尤其是在排尿的时候 这种症状会加重 那么这个更多的提示是一种泌尿系感染 是炎症的表现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简单 能够来区分这两种情况的一个方法 安全系数还高一点 不疼更危险 我们也总结了 我们来看大屏幕 所以肉眼血尿很关键 无论疼不疼都很危险 当然了 不疼的更可怕 尤其有可能是肾脏的肿瘤 大家一定要去医院 再来说说这一号 为什么把它说是一号 放在最后说 就说明它的重要性 泡沫尿嘛 其实泡沫尿 大家可能偶尔也都会遇到 比如说我们的浴室 我们的马桶刚刚清洁完 有一些清洁剂在里面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泡沫 你根本无法辨别 是你的尿液有泡沫 还是清洁剂造成的泡沫 所以这个有点防不胜防呢 对 这个是大家 我们在临床中也遇到很多病人 来找我们寻求帮助的时候 它的这个需求就是 我发现我的排尿的时候有泡 其实对于大家日常来讲 很难从肉眼上来分别 是正常的泡沫 还是确实有病的泡沫 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泡沫消散的程度 比如说这个泡沫一直存在 而不是一个很快就消失的这么一个 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 另一方面其实最简单的一个 就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尿常规 那么就非常轻易地 就可以辨别出 大家的尿液中到底有没有蛋白 就能够来区别了 我还听过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尿完之后 等一会儿 等那个泡沫 如果在比如说一两分钟之内 它就消散了 就因为这可能是 那个洗涤剂导致的什么劫测磷 但如果它一直不消散 就有可能是尿液当中 露出来蛋白质引起的 对 是有道理的吗 有道理 明白了 谢谢二位老师了 我们回到中间 谢谢 我们接下来来说 肾脏受损的第三个信号 说实话 我刚才偷看了 我真想不到这跟肾脏有关系 给大家看一眼 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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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现场观众的表情 都瞪大了眼睛 为什么痒和肾脏受损有关呢 我们来问问现场的观众好了 觉得无法理解的请举手 怎么可能 不就是痒吗 对吧 举手 手可以举高一点 你看 没举手的都能够解释为什么是吧 那我选一个能没举手的 来 谢谢大家 第一位阿姨 这个痒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可是怎么能跟肾脏有关 痒不不是皮肤嘛 对不对 我觉得病灶到一定程度吧 它是先由表皮开始的 表皮开始搔痒 就跟那个刚才说那带状泡枕似的 它病变到一定程度它就出来了 到皮肤上反应已经是里边有问题了 阿姨讲的有道理 阿姨联系到了杨依依的带状泡枕 反正都是在皮肤上 阿姨说的对不对呢 我们一会儿来请专家揭晓答案 我们先请主任解释一下 阿姨刚才说的有道理吗 它确实是一种我们全身性的慢性疾病的一个 在皮肤部位的一个表现 对 我在这里其实想跟大家先再分享一个我们的病例 张先生大概五十多岁 他平时也是觉得自己身体还不错 但是从几个月前开始 忽然间就觉得自己身上总是很痒 这种痒不太分部位 不是像平常的我们比如说背老痒 或者是四肢老痒 全身很多地方都在痒 而且我们最常治痒的办法就是挠 挠了之后不太管用 痒虽然是一个相对比较常见 比较轻的一个症状 但是如果频繁地出现 不分昼夜 一直会有 那就很烦人了 那么这个张先生呢 就到医院去看病 就诊 最先看的是皮肤科 说为什么我身上老痒 但是经过相应的一系列检查 他跟上一个张先生 有一样的问题 血生化显示 他的肌肝也到了七百多 实际上他在不知不觉之间 已经得了尿毒症的问题 那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个痒的这个表现 在肾脏出现问题了之后 我们有毒的物质就排不出去了 我们要留在体内 但是这个毒素积居在体内 它还是想要出去 怎么办 汗液 汗液是一个排出的通道 虽然量很少 但是呢 非常少量的这种 本身要通过尿液出去的这个毒素 就聚集在我们所有布满这个汗腺的身体的表面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感觉像你把尿液涂在身上一样 这样感觉就是很刺激的 所以这是它其中的一个因素 另一个因素呢 就是在全身体内的这种 刚刚我们讲到的电解质的失衡 出现了这种高龄的这种情况 也会相应的引起我们皮肤的搔痒 所以这种搔痒呢 和我们常见的皮肤干燥 或者是本身有局部的皮肤病是不一样的 它没有明显的皮肤状态的一个改变 但它却是一个全身 遍布全身的一个搔痒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个信号 痒痒痒它具体的原因 如何来辨别它和比如说老年人的皮肤搔痒 或者正常的皮肤略微有点痒之间的区别呢 它主要还是部位不太固定 那么我全身都可以痒 另外的就是程度比较重 我可能通过局部的这个挠挠 或者是我局部抹一点药是解决不了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就说明我们是有其他的原因 如果出现了这种反复解决不了的 持续的这种全身的搔痒 还是建议大家尽快地到医院去寻求帮助 对 因为皮肤搔痒 我们经常跟大家说 比如说老年人减少洗澡的频率 从每天一次降到一个星期一到两次 然后包括洗澡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觉得夏天很难过 不要用更多的这个沐浴液 可能清水冲一冲就可以了 最好在涂上干油之类的护肤品 能够帮助自己的皮肤表面保湿 如果这一系列都操作完了之后 你的皮肤还是难以抑制的痒 那么有可能是跟我们今天讲到的 肾脏损伤的信号有关系 拜托大家去医院做个最简单的检查就好 比如说做个 生化检查 生化检查就可以了 明白 好 那既然讲到肾脏 今天来现场录像之前 还有人给我安利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我给二位演示一下 是的 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要给大家安利的护肾法宝 就是护肾水 据说啊据说 据说对于一些肾脏疾病呢 护肾水都是有好处的 尤其对于有高尿酸血症的人来说 这个尤其是经常日常生活当中 给自己来点护肾水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平衡体内的什么尿酸啊 各种各样的水平吧 具体我也说不出来 陆主任 求助 是不是有这样的好东西 我们可以先做一下实验 我们看看这个护肾水有什么神奇的功效 好的 护肾水 这是模拟的尿液对吗 对 你要对它做什么 我可以跟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确实看起来很神奇 我们看看 我们把这个护肾水 我们慢慢地滴到这个尿液当中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确实是神仙水啊 护肾水让尿液变得清澈透明了 对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对 好像这个充满了毒素的这么一个液体 被净化了 通过我们这个被净化了 对 对 那我们要不要一起揭秘这个护肾水到底是什么 好啊 这么厉害的护肾水到底是什么呢 苏打水 苏打水 就这么简单吗 这个实验是一个初中化学课的一个家庭小魔术 这实际上是一种化学反应 通过苏打水的一种氧化还原反应 实际上这个颜色消失了 那么在这里想跟大家科普的是 我们大家能听到的这种苏打水可以护肾 其实是一种误解 对 我们说苏打对我们有治疗的作用 只是指这些已经进入到了中末期肾病 有尿毒症的病人 因为这些病人呢 常年处在一个毒素没有办法排出的这么一状态 那么他身体里面积累了很多这种酸性物质 这种酸性物质和我们通常 大家理解的这种酸性物质是不一样的 我们都说人是有偏酸性的体质嘛 然后喝点碱性的苏打水 中和一下身体就更健康 不 实际上我们人体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 酸碱平衡的这么一个系统 我们有很多种中和这种酸碱的方法 让我们身体保持在一个中性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日常喝进去的这些 只要我们肾脏功能是正常的 甚至是哪怕是有点轻微的肾脏功能损害 我们日常喝进去不管是偏碱的还是偏酸的 我们人体都可以把它中和掉 所以说对于正常的人来讲 喝苏打水不会对肾脏有额外的保护 但是也没有额外的坏处 就实际上跟我们喝正常的水是一样的道理 那如果肾脏功能已经受到影响了 甚至就像您说到了有慢性肾病的患者 喝点是不是还挺好的 对 那么如果是一个尿毒症 在接受透析或者快要接受透析的这些病人 那么他日常不光是喝苏打水了 他还要去吃我们说的这种碳酸青纳片 就是小苏打片 这样的话可以保持一个内环境的稳定 这是它的治疗作用 而不是一个养生作用 明白了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爱喝苏打水 你正常喝也没什么好处 当然也没什么坏处 所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演示 其实不是为了告诉大家 这个叫神仙水也好 叫苏打水也好 有多么的有用 只是为了告诉大家 我们有的时候不要去盲目地轻信 一些网络上或者市面上的谣传 以鹅传鹅 像这样的东西没有坏处是最好的 可是有些东西我们不知道它背后存在的 有哪些可能对我们的身体造成的隐患 所以听医生的尊医主 我们做最常规的检查 最明确地知道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肾脏发生了什么才最关键 所以接下来田主任 朱主任 告诉大家 如果我们像刚才讲的那些症状 我们可能有了 无论是痒痒痒 还是血尿 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血压过高 好像持续控制不好 我们担心肾脏出问题 我们需要去医院 去做一些什么样的相关检查比较好呢 最简单的我们就做几个化验就可以 就是刚刚讲到的尿常规 还有就是生化检查 这个是对我们肾脏功能一个最最最基本 也是最能够反映问题的两个基本检查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体检 如果我们每年一次的常规体检 也能发现不少问题了 对 我的观点实际上你就做正常的体检 基本上一年一次就够了 那就能够很早地发现这些身体出现的遗传 哪些指标是大家需要关注的 比如一般到医院体检 最简单的血尿变常规大生化检查 最常规的检查 发现最基础的问题 如果有必要的话 医生会建议我们进一步地来更加详细的检查 但是请大家不要担心 因为我们说所有的疾病都是预防是第一位的 早发现是第一位的 但是不要忘记了 我们今天在现场 比如说我们请来的就是友谊医院 最厉害的泌尿外科的专家团队 大家要知道的是 哪怕到了我们最不希望的那一步 真正发生的时候 我们也有超级厉害的专家 可以通过他们的医学知识 通过他们的医术和医德 帮助我们保驾护航 所以接下来呢 我要再次请出可爱的杨远胜爷爷和吕护士长 我们讲讲杨爷爷现在 生活啊状态啊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来 再次掌声欢迎杨一叶 你看杨一叶走得还很快啊 见步如飞 爷爷 可以跟大家讲讲吗 因为刚才我们的故事其实只讲了其中的一部分 讲到了您结婚了 对吧 八一年 后来发生了什么呀 身体没有在 比如说会容易觉得累啊 会觉得肿啊 没有 我现在肾脏化验指标都一切正常 一切正常 是这些年来都是这样的吗 近十年了 都是这样的啊 给大家看些照片吧 杨一一幸福的一家子 可好了 我们来看大屏幕 这都是风景啊 还有您有理由的样子是不是 这是我 我们那个摄影剧的物出去给我拍的 故意打扮成这样 这些风景都是我拍的 您也是摄影爱好者啊 都去哪拍的呀 就是北京郊区附近 这是中间是我老伴 老伴 老伴好难听啊 这是我闺女 这是我外孙女 真好 这也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吧 出去旅游是还没有外孙女的时候 我和老伴我开着车 全国各地都去了 都去了哪啊 去那个九寨沟 黄龙 福建 新疆 岳崖泉 未来还有啥计划 还想去哪 还想去哪 我最想去的是西藏 但是我就怕这个人都没反应 天主任 我们爷爷说想去西藏 西藏没问题 没问题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老杨现在的身体到西藏真是没问题 真是没问题 你看 我觉得田教授刚才讲这一段的时候 对您的身体状态充满了羡慕 对对对 对您的生活状态也充满着羡慕 田教授 其实像爷爷这样的情况 我们说如果是77年做的肾脏移植手术 再到2003年又做了一系列的手术 其实在这过去的45年当中 我们祖国的医学事业也在飞速的进展 包括您说 再到您给他做手术的时候 其实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我们大概发展到了什么阶段 其实现在肾脏移植应该说是临床上 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 实际上我们这个技术在国内和国际上 我们现在你比如说儿童移植我们也可以做 另外还有做这种血型不合的 那么我们现在也能做不同血型之间的肾脏移植 还有一些比如说高男的 比如说他病人的体内已经预存了抗那个供者的抗体 这种非常危险 要做上以后可以发生这种超级排斥 那么现在我们也已经 应该说这方面做得也很好 也能够做 所以说还有亲属移植 这些年我们也采用了这种微创技术 比如用辅浆镜取舍 所以它的这个安全性就大大提高了 这样成功率也是大大提高 所以这些的技术呢 我想在世界上达到的这个先进水平 咱们有成功率吗 成功率一年能达到98%左右了 那很厉害 非常非常高 一代一代的肾脏移植的前辈 不断地努力 从开始的不管是技术知识 都是在摸索的阶段 到现在我们其实已经掌握了世界上常见的 甚至是国外做得并不好的这种肾脏移植技术 我们都已经掌握了 而且已经做得已经相当好 为更多的人创造一个 可以让他们像杨先生一样 能够享受生活 能够努力工作 能够为家庭 为自己人生创造新的篇章的这么一个机会 来让更多的病人获益 期待着新一代的医生 会有更不一样的成果 是的 那也请吕老师代表着我们的护理团队 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那么曾经的我呢 然后缺席了我们杨爷爷以前的这艰难的这种历程 但是杨爷爷的事迹呢 其实也感动了我 鼓励了我 那么以后的我呢 会为千千万万像杨爷爷这样 不幸罹患这种疾病的患者 成为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守护 我们会伴随他们 然后对于年长者来讲 我们护士就是他们的子女 对于同龄人 我们是他们的兄弟姐妹 而对于儿童来讲 我们就是他们的父母 我们会一直守护在他们身边 帮助他们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我们也希望如果看了我们这期节目 会对电视机前的您有所出动 让我们有可能的话 能够帮助更多的 瀕临生命危机的患者 您是他们军功章上最炫量的一部分 所以您要加油 谢谢 当然了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 就在养生厨房当中 今天咱们养生厨房的主题是 夏季多补丢失的盐 可是这个盐不是普通的盐 我看它打了双引号 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个盐的话 不是光我们吃的那个绿化钠 是不是 随着汗液的丢失 像我们的甲 钠 钙 鎂 鲜 这些微量元素无基盐 它都会丢失过多 如果说我们缺乏的话 它会对我们身体有影响的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盐 大家有一个误区 总认为孩子孕妇应该不 实际上我们中老年朋友更需要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稍后再揭晓 先问一下贾大厨吧 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美味 今天咱们做一道中原地区 非常有特色的美食 叫做什么呀 水烙馍 不用油 不用翻面 讲究什么呀 皮薄如纸 入口松软柔韧 松软柔韧 这个怎么能体现出来呢 用手给它钻紧 完了以后呢 松开以后呢 它自然能够张开 一握 然后它还能自然地张开 所以见得今天的我们的水烙馍 虽然没有用油 可是本身它是非常有弹性的 没错 怎么能够用水烙制出来 这样一个状态呢 其实呢 就讲究非常重要的九个字 第一个呢 就是面三二 第二个呢 就是薄金光 第三个呢 就是水要汪 到底什么是面三二 什么是水要汪呢 我们边坐边说 最重要一点呢 就是今天炒这个饼卷的那个馅 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会让这个馅 又松软 而且呢 汁水又多 鲜香味美 锅中呢 先加入点油 我们把这个肉丝呢 给它煸炒一下 做好菜 用好油 今天我们甲大厨选用的 就是我们卤花的 油酸多多花生油 油酸多多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香味多多 是我们养生厨房 特别推荐的健康好油 你先边炒着肉丝啊 那边我就特别好奇了 说我们今天所说的 这种营养元素 它时常被大家误解 一方面是指 过去我们认为 孩子是需要补充的 现在我们觉得 好像其他的一些人群 也需要补充 是不是 没错 我们说到它的功能 你就知道了 首先它是什么 促进剂嘛 它促进生长发育 这小孩一定要补足的 再有呢 它还可以促进 我们的免疫功能 这老人很重要吧 它还能够增进食欲 还可以促进什么 我们认知功能 这么重要的功能 我们中老年朋友 需要不需要 李主任 那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我们今天 所说的这种营养元素 在食物当中 也是可以有效地获取的 没错 我们的促进剂 那么多的重要的功能 看看哪些食物含得多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豆类啊 紫菜啊 木耳啊 长的姜豆啊 这些食材 含的这种微量元素 都很多 所以从食物中补充 还是很靠谱的呀 在这张表格当中 含有今天我们所说的 这种促进剂 最丰富的 就是我们已经 用到馅料当中的 这个食材 是什么 我们稍后再揭晓啊 但是在夏季它会大量流失 当这种促进剂不足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些 症状上的提示 最主要的症状就是什么呀 食欲差了 味觉感到吃什么 都没有味道了 但是往往觉得 我食欲差了 是我什么 胃功能差了 您要想到 还有可能是缺少 我们这个促进剂 其实有些人老想说 你帮我辨别一下 怎么就知道是缺这种东西 怎么就知道那是个疾病 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你说能辨别吗 我们只有把我们的饮食调整好 我们在饮食中 给它补充足了 把这方面的因素 我们去掉了 对我们中老年朋友 作用是非常好的 夏天流汗比较多的时候 今天这种促进剂 它就容易大量流失 时间久了之后 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 它才会显现出来 所以我们要有意识地 在夏季出汗多的时候 胃口不好的时候 然后在食物当中 把它补充上 今天这种促进剂 又是什么 这个肉丝的香味 我已经闻到了 贾老师 没错吧 肉丝的香味出来了 我们给它煸上色 随后呢 增加点颜色 来点酱油 看到这了 基本上说差不多多少 是吧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怎么去做的 把这个馅炒得鲜香 我们接着往下看 好 就是呢 我们要把这个蔬菜呢 上边呢 给它裹点面粉 这样炒出以后呢 口感肉和 还能够吸收 我们这里边的汤汁 这款蔬菜 是不是就是富含 我们今天所说的 促进剂 比较丰富的食材啊 没错 看着多爽口啊 而且现在呢 也是一个上市的季节 表皮的面粉呢 已经开始糊化了 糊化了 这个时候我们加点木耳 配一下颜色 还有一彩椒 那么呢 其实呢 炒到这个时候呢 还需要一个重要的环节 什么呢 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让那个鲜味呢 更加的鲜上加鲜 到底怎么做呢 我们边做边说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这盐 给它炒一炒 让所有蔬菜 这个香味出来以后呢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来了 非常的简单 小火给它盖上锅盖 焖一会儿 那其他的作用是什么 焖的目的呢 会让这个锅里边 所有食材的物质呢 风味更加的累积 鲜味更加的充沛 这样的话呢 吃起来 是不是更加的多姿多彩了 馅料先充分的累积 它的香味 这边是不是为我们揭晓一下 到底今天我们所说的 在夏季容易流失的 这种促进剂 到底是什么呀 这种非常重要的促进剂 这种营养物质就是 心 怪不得 说容易被误解 日常我们老说 小孩生长发育需要心 没错 老人更需要 你维持你的正常的免疫功能 维持你正常的食欲 维持我们大脑正常的功能 哪个都离不开心 而排在第一名的 已经入锅的这个是什么 等我们出菜的时候 我们再揭晓吧 焖的是不是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看 哇 这个香味更加的浓郁了 这个时候我们给它出锅 大家最好奇的 就是如何能够用水烙制出来 那种有韧性的膜呢 刚才说了 什么是面三二啊 这个才是关键点啊 其实呢就是三份的烫面 两份的骨面 这样的话呢又松软 而且呢还不发硬 搅匀以后呢 我们给它揉成面团 醒发十分钟 面三二是有了 那什么是薄金光 什么又是水药汪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揉光花以后呢 我们给它搓成面剂 薄金光 应该是指的那个面皮和案板的状态吧 没错啊 好 我们给它揪称同等大小的剂子 擀成大片 薄是多薄啊 极薄如纸 刚才说了薄金光 第一个是说那薄 一定要薄 第二个说那筋度 刚才是烫的面 第三个呢是什么呀 就是上边这个白面 一定要像怎么样 光点 别有沾很多的白面 明白 拿起来以后呢 给它抖了一下 让它表皮非常的光 最后一步就是水要汪了 那这个加水一定要汪一点 因为我们来会 一张张地给它烙 如果水少了的话呢 烧干锅了 蒸汽就出不来了 所以其实它不是 我们日常所说的那种烙饼 平底锅烙 这个有点类似于蒸饼是不是 对 用这个水器把这个膜给烙熟 所以水一定要汪 我们开大火 先烙个半分钟 我们来擀下一张 面三二 是三分的烫面 两分的普通面 薄金光是指 我们擀的这个面皮一定要薄 然后表面还不能有 咯咯哒哒的 要光亮 最主要的是水要汪 是蒸锅底下的这个水 我们多来一点 然后上汽这个水分 它就会比较足 基本半分钟 我们再放下一张 完了以后呢 按照这个顺序去走 一张一张地烙 最后的时候 我们盖上锅干 焖五分钟 就全部都熟了 您那边先制着 咱们的水烙膜 那边我就想问一下 李主任了 今天在我们的表格上 推荐的 富含氢元素特别丰富 这个食材到底是什么呀 黄花菜 确实是很常用的 它含的这个 新的含量很高的 然后今天这做法又很爽口 我觉得呢 大家真的都要试一试的 这会儿我们的水烙膜 怎么样了 贾大叔 对 一定记住的是我们 所有的饼 都放进去以后呢 再盖上盖给它 怎么样了 小火的 给它烙至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呢 可以出锅了 这个时候差不多了 我们看一下 哇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取出一张来 完了以后呢 把我们这个馅呢 直接地给它 放在这个面皮上边 卷完以后呢 其实跟我们家里边 卷薄饼是一样的 从上边呢 慢慢地晚上卷 这一个饼呢 就卷好了 今天我们想告诉大家的就是 夏天天热流汗无形当中 我们丧失了很多的五肌炎 其中比较容易被大家误解和忽略的 就是这个心 不仅小朋友需要 我们平时想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每个人都需要 尤其是老年人 对于预防认知障碍 它也是有帮助的 天涯不死时 北京卫视